妳非常喜歡的 所以妳對親密關係 妳笑成這樣是 就講到感情有點害羞 在鏡頭前面 還是我們私下先聊 因為其實溫妮跟妳跟我一樣 我們兩個類型的人的角色都是一樣的 投射的 這個是要走20%的人 是投射者 很少 對你70% 那剩下40%是誰 還有顯示者 顯示者 然後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反應者 它只有一%的人 對 如果有遇到這樣的朋友 就把它抓在身邊 非常的稀少 非常的稀有 跟師傅 可以幹嘛賣嗎 就是它可以讓妳檢視自己 它是一個鏡子 對但妳也差不多了 因為妳大概只有兩個能量東西是開的 妳其他的能量廠 全部都是open的 妳就是一個東西 然後全power開 我以為是我腦袋衝空 欸也是 腦袋 腦袋有問題 全部都一個能量 他們其實是運作的方式不同 像有顏色的人 跟沒有顏色的人 他們會怎麼樣子 能量廠會怎麼樣互相的去影響 是 那我先來講妳的投射者好了 我好像有講過投射者欸 像我剛剛說 像生產者是來這個世界 體驗世界 那投射者就是來這個世界上 把這個體驗給放大的人 我試考一下 好 沒關係 除了把這個體驗給放大之外 投射者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目的 應該說我們是 我們的功能是 我們的功能是這樣 我們其實是可以看得到 別人的 優缺點 對別人的優缺點 也有一點像是 把他們反映出來了 那我們去引導 可能他本身是不做事的 他本身是不會做事情的 但是呢 他發現了 欸這個人有這樣的特質 把人連在一起 把人擺在這個位置上 把人連在一起 對對對 聽起來很像台哥欸 在那邊 蛤 你讓我去呢 蛤 你讓我去呢 對 台哥這個位置很適合你 不錯 就做這件事 你就不要講話站在那就好 那他應該是顯示者 是國王的角色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角色 我覺得他應該是國王 投射者呢 其實 我們的人生其實會有一個 反而會有一個情況 做得太多的情況 很多事情做得太多 對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被設計來 其實我們不是要做事情的 我們是要 把人連接起來嗎 對 我們要等待 就是說這個 等待 我們才能夠把我們的能量 在對的地方出來 但是其實有時候 我們會不明白 我們就會反而越做越多 因為像五 你的見骨中心是空白的 對 所以當你跟見骨中心 有能量的人在一起 尤其是能量很強的人 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跟他借來能量 所以你會別以為那個能量 我有嗎 你借他的能量給他了 對 所以我還是在他身邊 吸收他的能量 也不行 當你接收這個能量的時候 你會反而搞不清楚 到底這件事是我真正想做 還是我不想做的 因為你就借了這個能量來 所以有時候 可能剛剛說我就發起 要來做一些什麼事情 你就一股腦的 也跟他一起投入了 你會幫忙 對 你就是很會幫人家的忙 而且會幫太多 就會弄得好像是自己的事情 像我會跟投射者的人講說 然後你兩種判斷 你其實心裡面想做 但你身體都動不了 尤其是你自己獨處的時候 這種情況的話 我就會告訴你 其實你就站起來 做個暖身操 通常你就會動起來 你就會順順的去做 還有另外一種 第二種情況是 你可能跟別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好像沒有很想要做這件事情 可是你不知道為什麼 就開始動起來 就開始 這個也張羅 那個也張羅 那這個時候 我就會建議你離開那個人 先站著 不好意思先走喔 像這樣 沒錯 對 你就會發現 如果你離開之後 你發現 你還是有想要去做 就是這個邀請 但它發出來之後 你離開之後 你發現你還是想去做 就不然這是你真的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的運作方式 就有點像是 我們要得到別人的邀請 尤其在大的方向 愛情啊 工作啊 居住環境啊 等等 這種比較大的方向 居住環境要等人家邀請 來自我家吧 對之類的 什麼意思 沒有啦 有時候你要搬去台北啊 你本身是台北人嘛 對啊 那你就沒有這個問題 像或之類啦 或是說 一個國外的邀約 你要搬去別的地方 像這種比較大的邀請 去國外發展之類的 工作邀約 工作邀約 那不要自己主動說 我想要去任何的 你千萬不要 像我們這些人 是完全沒有辦法發起任何事情的 然後他的做法就是 像我就會建議你的做法 你就要做你自己最喜歡的事情 像楊楊喜歡吃 你喜歡吃什麼 音樂 音樂跳舞 那你就做你喜歡的事情 就好 你不用去理說別人說 啊你這個有辦法賺錢嗎 或是說啊你這個會有出路嗎 你千萬不要理這樣的聲音 因為其實我們投射者最困難的情況就是呢 我們很容易有時候會破於現實的無奈 那假如說一件事情是我不喜歡 但是我被邀請說你來做這件事 我要做還是不要做 就不要做 一三人的話 其實 這個一三人的數字是有兩個數字結合在一起的 一是你的外顯 三是你的潛意識 內內在一起 內內在的 對對對 稍微講解一下 一的話它算是一個學習的波 不斷學習 因為你有不安全感 你會一直不斷學習 不斷學習的波 然後三這個波呢 它算是一個犯錯的波 你會持續不斷的犯錯 然後你從犯錯中 你才能夠真正學習到 從小到大應該就會有這樣的經驗 你也許你會在同樣一件事情上不斷的犯錯 但是你在這件事犯錯的當中 你會更加精進 下次遇到同一件事的時候 你可能還是會犯錯 但是你之前錯的那一塊 你就會把它補起來了 你犯錯才是你真正能夠學習的方式 沒關係 我來講一下你的閘門跟你的通道好了 就專屬於你的東西 是 對 你有一條通道 愛與婚姻的通道 對 那是什麼意思 應該是說我這樣講好了 愛與婚姻的通道 她其實 你這個人你本身 像我上次的那個 那個訪問的人也是一樣 你很喜歡接觸 你很喜歡人跟人之間接觸 你喜歡這種親密的感覺 所以牽手啊 擁抱啊 等等的東西都是 你非常喜歡的 所以你對親密關係 你笑成這樣是 就是講到感情有點害羞 在鏡頭前面 還是我們私下先聊 私下先聊 我們就看到這囉 謝謝 謝謝 下次再見 拜拜 我不知道你會有這樣的經驗 不只是在感情裡面 其實在一般的人際相處方面 其實有時候 尤其年紀再輕一點的時候 你會很容易答應別人的要求 這個感覺 比較沒辦法拒絕 沒有辦法拒絕 因為你這個需求是來自於 其實你對於親密的需求 你自己也順不上為什麼 就是這個感覺是 你需要被人需要 這種傷心的感覺 其實是可以避免掉的 其實有時候 你就是直接 直接說就好了 就說欸我其實 我今天沒有辦法跟你去吃飯了 或者說欸羊羊 我真的沒有辦法拒絕了 其實對方 也會完全能夠理解 就是一個人生的課題啦 你有一個四十號雜門 這也跟剛剛那個感情 會比較有相關的東西 我這個人就是一個 非常需要愛的人 你本人 你其實有這個通道的人 他本身是 會希望有獨處的時光 你其實喜歡自己個人 待在一起 但是當你獨處完之後 你就會馬上想要去找別人 應該是說你會有一個 這樣子的兩極啦 你會去找別人的感覺 是因為你在獨處的時候 你會突然有一個錯覺 這個錯覺是 你好像不被愛的錯覺 因為我 因為其實我就會把它連到你的 你的能量中心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有講到 你有很多的中心是空白的 你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也是跟愛這件事比較相關的 就是居中心 居中心也是空白的 居中心 居就是中間這個 正中間這顆 居中心它也是空白 應該說空白的 居中心的人 他的認同愛 方向感這件事 他們有一個固定的想法或看的 其實居中心空白的人 很適合當演員 因為其實你有時候 跟這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是這個樣子 跟那個人在一起 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人 也會有不同的樣貌 適應能力比較快 適應能力比較快 你有點像一個變色龍這樣子 我覺得居中心空白的人 其實不只是在愛 在找人生方向這件事情 其實你們都會一直覺得你要去尋找 因為你沒有 所以我要去找 我要去看看說 我這個適不適合 我那個適不適合 我是不是應該要去找這樣 我是不是應該愛這樣的人 但其實它 人類都會告訴你 其實因為居中心它本身是一個 儲存愛的地方 它想要告訴你是 當你在做你自己的時候 那個適合你的 適合你的愛 適合你的方向 它其實就會被你吸引過來了 你不需要這麼急急營營的去尋找它 哇你從頭到尾就是要等待欸 你要等待 然後這就是等待在邀請 她說 invitation 我要等女子 喵 其實這是我們投射者的人生 一直以來會有的問題 其實姊姊也一直在換 因為姊姊已經三年都沒有交男朋友了 對啊到底要當女子 但是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就是告訴自己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啊 你也可以試試看 我就告訴自己說 反正我現在就是要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我不要再聽別人說 欸你應該要這樣子 或是說這樣子你會比較容易 我就已經不聽這些事情 我就做我自己 我想幹嘛就幹嘛 所以我也要想幹嘛就幹嘛 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因為你這樣當你在做什麼 那有點懶惰的時候怎麼 起來做暖身操 有點對 起來做暖身操 沒錯 好讓我聽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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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